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PiCon Taiwan的議程櫃 然後接下來是下午的第三個議程呢 是我們的PiCast的小組帶來的 以社群為本體的Podcast經營之道 然後會來跟大家解密一下 PiCon Taiwan在經營Podcast上遇到一些的經驗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歡迎Benson跟JoJo 嗨大家好 我是JoJo 那今天的這個議程是由我跟Benson兩個人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兩個就是在準備這個議程的時候 其實以前我們可能沒有那麼有自覺 就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是主持人 然後就把自己的名字寫成host 然後到了今天早上我們突然覺得 欸我們好像我們好像其實是那個製作人的角色 就是在整個這個節目上面 我們除了主持人這樣在現場就是做露營之外 我們其實還承擔了一個很大部分的製作人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默默把自己升級 然後變成一個producer的狀態 好那前面的那個簡報是由我來跟大家分享 好這場要講什麼呢 欸我還蠻意外 我以為我會看到一些人已經就是睡到很忙 所以我就先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說 欸如果你今天坐在我們這個現場 你會想要聽到什麼東西 那歡迎大家可以用我們的slido 稍微就是回應我一下說 欸你在這裡你想要聽到什麼 好但我知道這個環節就是每個人就是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其實自己有偷偷的先 我自己就是當暗裝好不好 現場可能會有人說 欸什麼是拍cast 然後還有你們幹嘛要做節目啊 就是有什麼毛病 然後還有人就是可能會說 欸我其實有有聽你們的欸 可是我想要上節目啊 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分享什麼 我夠格嗎 還有就是那要什麼樣的專業背景才可以做節目 還有就是說 那每次做節目後面就是還會有很長 很漫長的一個後製剪接 然後還有上稿 然後就是你要做各種小編的事情都很痛苦 這到底要怎麼處理 好今天呢 其實我們的那個簡報 通通會涵蓋這些內容 但先回答一個 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什麼是拍cast 好那什麼是拍cast呢 它其實是拍抗台灣在2021年的時候 就開始製作的一個podcast節目 那我們在season1的時候做了9集 season2做了4集 season3還沒有結束 目前是有4集的狀態 那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就是我們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黃色很活潑的一個這個主視覺 那這是我們設計組做的 非常喜歡 那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節目它本身就是 進展到現在 我好像本站在他下面對不對 進展到現在以後 就是我們大概總下載量是18000多 然後有開有在聽我們節目的大部分是男生 有70%是男生 然後年齡層是落在23到34歲 其實跟我們整個拍抗社群的志工 還有就是參與的會眾的樣貌 有一點類似有一點重疊 好那再來就看一下說 我們拍一看做podcast這個節目 到底要多少的人力 那可以看到我 我就是這個producer的部分 我是Jojo 然後再來是Benson 我們先請Benson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來 然後你有小幸運動 大家好我是Benson 然後就是我從 podcast這個節目最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創始成員之一 然後一開始就被推入這個火坑 那我後面就可以講解一下 那這個火坑是他的起源故事 然後再來第二個特點就是 上帝親吻的喉嚨 然後還有強迫症末期 好這就是我自我介紹 那我再還給Jojo 好他剛剛就是害羞到講不出來 我再念一次 上帝親吻的喉嚨 這是我們Benson 他也是我們的情歌小王子 如果你曾經就是近距離的 這個參與拍抗社群的話 他唱歌會非常好聽 那當然就因此入坑成為我們 就是一開始這個創始的主持人之一 然後我是Jojo 那我會參與拍cast的原因 主要是我曾經也錄了另外一個podcast 節目叫無多邦計劃 那這個podcast就是簡單小廣告 他其實現在沒有在運作了 但這是我自己是在都市規劃的 這一個領域的從業人員 所以我就是針對那相關的議題 做了另外一個節目 然後後來就被他們找到 然後就說你要不要一起來加這個 很有趣的節目 我說好 所以我就一起來了 那除了我們兩個之外可以看到 然後這個節目真的不是只有我們兩個在處理事情 就是我們根本不會剪接 然後也就是也不太會做設計 所以其實我們有剪接的幫手 愛德華跟韋帆 然後企劃協助 就是社群的夥伴 Fisher跟Layla 然後還有設計的夥伴 就是Carol跟安安 那還有就是我們有很多就是很有幫助的大腦 跟那個算是我們的顧問 那世貓跟Kurt都是之前都有來幫忙我們這樣 好 那這樣看完以後就想知道說 所以piccast裡面要聊什麼 好那piccast其實在現在走到第三季呢 我們已經有把這個 我們節目主要的方向訂出來 我們分成三個類型 第一個是人物訪談的部分 那人物訪談大家可能有聽過 也是我們就是最受歡迎的一集 就是我們曾經邀請 那個Moskey來跟我們分享 而且那一集還分成了兩集左右 對那後來呢 我們有請那個國外的講者 他是Ruven Ruven Lerner 他去年也是我們的一個個人贊助商 今年也會繼續的參與我們拍康 那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跟他透過網路 然後Email往來就認識 然後他就說他很想要分享 他自己在教Python的 這個路上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這樣子往來以後覺得 好像這個故事真的很有趣 而且我們還挑戰要用英文跟大家訪談 那最後就也是錄了兩集的內容 那他也跟我們就是變成一個 沒有見過面的好朋友這樣子 那我們也有在談那個技術議題的部分 因為其實社群裡面有很多 就是相關背景的人 那他們背後都有很多自己在投入熱情的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邀請他們上來講這樣的故事 所以就邀請那個資安工程師那邊來講這個 quark engine quark engine的事情 然後上一集我們有講那個airflow的事情 而且這一集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是類似airflow的maintainer 然後另外一個是使用airflow的工程師 讓他們在我們節目上做一些對話 對那社群的動態的話就是會講一下 可能是Pycon整個經營的心得 然後或是上一次我們做 Pycon的官網做了很大的翻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值得 就是邀請設計師跟工程師一起來討論 就是當你們在做UIUX的這個調整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衝突 這樣 好 好那這一頁其實可以就是很快的看 帶過 它是我們過往做的所有的集數 那左半邊的話 是我們season1的部分 那中間season2後面season3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我還有幾分鐘 趕快來看一下 看不出來 我大概還有3分鐘嘛 好 那個 因為這邊算是我的重點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前面都是一些我們已經做了的事情 可是我現在要講的是比較內心系的部分 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做好一個節目 那這邊就是在說 前面我們做的那些內容啊 主持人到底你憑什麼 跟那麼多不同領域的人 然後聊個50分鐘60分鐘 甚至一個半小時 那第一個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你如果要做這樣的節目 你應該要有一個仿綱 那我這邊有整理出來 我們在做仿綱的一些 算是心得 那第一個就是收集素材的部分 Google應該每個人都會嘛 誰現在不Google 對不對 但Google你要Google什麼東西 先從他的人開始 然後他的新聞開始 然後相關的這個領域的大事件開始 那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ask around 因為我們是社群為主的嘛 所以我一個人去Google 我根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資訊 而且我是一個就是前面介紹我說 我是不會Python的人 所以我是一個伯釘這樣 所以我對這個地方的技術的資訊 或是的那個知識量是很低的 所以我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到處去問 如果我想要認識一個領域的人的事的議題 我最好的辦法就是迅速的去找相關的人 然後去問他 那可以掌握到比較多資訊 那再來 連連看的部分就是 前面我們在蒐集素材的時候 我會找到很多很多不一樣 可能就是 就是五花八門的素材 但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樣放在一起 然後 然後再來我們要怎麼樣發展成一個有趣的內容 就是你把它放在以後 放在一起以後你要找一個缺角 然後那個缺角就會引發某一種好奇心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會找到 我今天我要跟這個人做 做訪談的時候 我應該要提供的內容 那最後就是這全部可以變成一個起程轉合 像我們要寫作文一樣的內容 那你的主軸要非常的明確 而且你要準備萬全 但是呢你一定要捨得 因為到時候現場會出很多問題 好 下一個 那什麼問題呢 就是 錄音室裡面我們最怕的就是空氣突然的安靜 就像我現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如果我突然停止三秒 就會有人抬頭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怪怪的 好 所以我們錄音室裡面要怎麼樣避免這件事呢 只靠我跟Benson默契是可以辦到的嗎 坦白說我覺得不行 而且我跟Benson默契也是透過很多集 慢慢的這個建立起來的 那所以這邊就會講到說 我們在現場其實有做了一些角色的定位 那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雙主持人的這個節目 那主持人在 有兩個主持人的時候 大家各自的任務是什麼 就會有一個人要帶整個反鋼的那個進度跟節奏 然後另外一個人呢 他因為有別人在當火車頭了 所以他可以看風景 就是他不是滑水 他是可以好好的跟你的那個受訪人 做一些對談跟聊天 然後讓這個我們整個內容是比較有趣的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比較能夠掌握訪談的進度 爭取反應的時間啊 然後讓我們的對話節奏比較順暢 那還有這個錄音時間也可以掌握的比較好 像現在Benson就一直在cue我說 我講太慢 好 那我這邊也要再補充一個 就是剛剛就是這個A跟B的角色呢 在現場是有可能會互換的 就是當我對某一個話題很有感興趣的時候 Benson他就會負責其他的事 但因為Benson他對某一個話題 有興趣 就換成是我要必須負責這其他的事情 好那再來就是受訪人的部分 我們也是有點小技巧的去 邀請了兩個受訪人來我們的節目上 所以你很常會看到我們節目會有四個角色 那第一個就是第一受訪人 那第一受訪人可能是我們最 可能他是一個有最多故事的人 或是我們這一集就是把重心放在他身上 那第二個就是跟他同樣主題的第二受訪人 那這個人很有可能就是剛剛第一受訪人的朋友 或是跟他同領域的同事或是 就是可能甚至是rival也可以 但至少他們是互相有一種熟悉度的 那這樣的話他來我們節目上的時候 是可以比較有一個自信心跟覺得這是一個 在他熟悉領域的舒適圈 那這樣我們可以提供一些觀點啊 然後還有我們的內容會更有專業性 好那接下來就我要把這個主持幫我交給Benson 大家好我是Benson 那就是接下來就要講一下我們這個PyCon台灣的社群 是怎麼發展出這些Podcast節目內容 就是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說我們比較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要分享的是為什麼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目前的話就是到目前為止 是我們這個節目的第三季 也就是從2021年開始 今年已經是我們這個節目經營的第三年 那我們也都非常的意外 這個節目這個專案他可以活這麼久 因為以這個社群裡面的特性來說 很多計畫都是可能第一年 然後大家有一次提出了這個想法 然後可能不了了之最後就沒有做了這樣 那我們也是非常意外我們就做了這麼久 那就要回歸說為什麼當初會做這個節目 那第一年2021年的時候呢 當時是一個Podcast的元年 所以非常多的人都想要進入這個產業 想要去製作自己的內容 或是經營一個社群平台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是社群內非常多的志工就提出說 我們也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不小心被推坑來做這件事情 那當時我們有幾大優勢 那首先第一個 當時是一個Podcast元年 然後還有很多沒有聽過Podcast的人 都會想要來聽聽看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有平台的演算法的一些 就是優勢 就是會把一些新的節目推到更多的流量 然後再來是呢 我們當時也有先行者優勢 就是我們在科技類這個排行裡面呢 我們剛剛其實柏俊跟Winni那一場 還有講到說我們最高排名是15 其實是不對 我們第一年最高排名是有到科技類第7名 就是說其實當時可能競爭比較沒有那麼激烈 所以我們再加上剛前述的幾個優勢上 讓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 比較容易獲得了比較高的流量 然後我們當時還在摸索我們節目的定位 當然所以我們就是參考很多知名的節目的做法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們都是以分享這個社群內部的事務為主 那到第二季的時候呢 為什麼我們會分第二季 就是 我們第二年也就是不小心開始 就是繼續執行了這個計劃 所以就是決定把它命名為第二季 然後以後就變成一個 開始比較有制度的在運行這個計劃 那我們當時也慢慢的確立了節目的定位 就是我們會走一個 訪談很多社群內或是開源技術相關的議題 然後我們也開始慢慢擴大我們的組織規模 我們招募了一些就是做設計的志工 還有做後製的志工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開始會去 因為我們有更多的人 所以我們必須訂立一些明確的工作流程 然後再來是在第二年開始 就是Podcast這個流量已經沒有像第一年那麼好 然後慢慢的我們就試圖的想要去透過一些製作短影片啊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來讓我們得到更多的 跟第一年一樣的回饋這樣子 那第二年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是當時在舉辦APAC 所以我們還有嘗試使用英文來訪談APAC的講者 還有收到一些贊助商的合作信件 就是我們那時候有做一些業配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還在第三季 那第三季的時候是我們兩個會認為說 我們過去好像比較多把這個重心放在兩位主持人身上 就是我們身兼主持人還有製作人的角色 然後這件事情會把我們自己搞得比較心累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我們要care太多事情 然後包含像是說宣傳啊 還有社群操作這種其實不是我們的專業 然後它也變動得非常快速 然後所以我們慢慢的就覺得說 我們需要去把這個組織變得更去中心化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不要再圍繞在主持人兩個角色 而是我們整個社群內部的人都可以自由的發起 就是做不同的嘗試在這個平台上 對 所以目前我們就還在進行這樣的目標 那也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是繼續觀察我們的動態 對 然後因為呢 我們在2022年開始感受到流量的紅利已經慢慢的消失了 然後對我們兩個對我們製作人來說 我們的感受會是過去好像做了一集節目 我們會得到了一定程度 就是我們可能一集節目不重複收聽 最高也有到超過千次 那當時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就覺得說哇 好像我得到很多滿滿的成就感跟回饋 但是在流量紅利不在之後呢 我們就是慢慢的會思考 那我們繼續做這個節目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就發展 在這個期間我們慢慢就發展出 跟其他就是一些知名的Podcast節目呢 不一樣的路線 因為其他的知名的節目可能都是以主持人為中心嘛 就是這個主持人很有名 然後他做了任何的節目跟他做了任何事情 就會帶動他的粉絲去關注 那我們在這個期間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圍繞在社群為主 所以我們是想要發展出 我們就發展出了一個去中心化的經營模式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 剛那些部分呢是以一個可能外部的人 他們也你們也看得到的 我們這個節目的組織的變動的過程 那再來是我們製作人的心路歷程變化這樣子 那首先就是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第一年在做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要透過密集的更新 然後來得到流量 然後還有為什麼要做這個是 就是為了幫PiCon Taiwan這個社群 提高更多的曝光度 然後所以當時我們是以流量為本 然後但是 我們後來就慢慢發現說 我們的這個新的極速上限 然後本來就覺得我們有更多的聽眾 後來發現我們聽眾慢慢流失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轉念一想 我們做這件事情 才不是為了流量呢 我們為了都是這個社群本身啊 沒錯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決定改變我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們改變不了別人 所以我們只能改變自己 我們不要再看流量了 我們做的重點是 我們想要留存這些社群內 值得保留的故事 所以我們後來就轉變為以社群為本 對 就是我們製作人 內部心理的一個發展歷程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社群為本的Podcast 經營之道 那所謂的經營之道是什麼呢 經營之道就是我們在這三年來 經營節目所累積出來的一套方法 還有我們的算是心法跟我們節目的定位 那首先在主題的部分 就是我們曾經嘗試過的各種不同的主題 包含像是社群故事的分享 像是我們有邀請YYC啊 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我們當時元年是怎麼創始的 然後再來是有一些講者主題的演講的延伸 像是假如說像剛提到Quark Engine 他們也是在Pycom台灣有發表過一個talk 然後我們去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然後再來是Young Inspirer 就是會邀請一些可能年紀輕輕 但是卻比我們都還會寫程式的一些小朋友 來分享說他們為什麼這麼會寫程式 然後對 然後再來就是像開人技術的分享啊 或是社群知名人士的訪談 對 這是我們曾經嘗試過的主題 那我們在這三年來 也慢慢的把我們嘗試的主題 聚焦成幾個主要的類型 那也就是剛剛JoJo已經提過的人文訪談 然後技術議題跟社群動態 那為什麼會是這三個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以社群為本 所以我們還是會邀請社群內部或外部的人 來跟我們分享 那再來加上我們是一個以Pycon台灣為基礎的節目 所以我們會認為分享一些技術的內容 影片只有放字幕 然後我們後來還會放一些小動畫 然後我們還有放在各個不同的平台 然後我們也會把一集節目拆成兩三個精華的方式來重複的推播 然後幫助我們節目取得更多的流量 不過我們自己後來的心得是 我們可能還是會需要一個真正懂社群操作 還有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的人去追蹤這件事情 因為以我們製作人的角度來說 我們同時要考慮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負擔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覺得最有效的就是 直接去趁流量還有標題殺人法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之前有一集就是聊Fan 然後就是怎麼我們邀請一個在Google工作的 就是工程師跟我們分享他當時進去的心目歷程 然後那一集的流量就特別好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工作流程 我們每一集節目都會有三大工作流程 就是準備跟後製還有發布 那在準備期的話就是 我們會準備收集題目 準備仿綱背景資料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開始邀約這個講者 跟敲定錄音的時間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進去錄音室錄音錄影 然後再來是我們當天也會找人 來跟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情 然後後製的部分就是音訊的剪輯啊 精華片段還有我們還有一些短影片的製作 然後再來發布的話就是文案上架 還有跟我們社群內的行銷志工合作 然後錄音環境簡單講就是我們的設備有升級 就是從我們那個最一開始用蘋果最爛的耳麥 然後慢慢的變AirPods 然後後來又買了Shure的那個麥克風 然後但是我們發現線上錄音不管怎麼樣品質就是真的不會太好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去了錄音室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簡單的有幾個我們線上錄音的時候的那個截圖 對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有想要這樣子宅錄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這些平台 然後對然後進去錄音室錄音品質真的比較好 所以就是有錢很重要 好然後再來就是最後是統整一下 我們要給在社群裡面 你也想要經營節目的人一些建議 那實務操作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幾個 就是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 一定不可能是只有一個人或兩個人做起來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人來參與這件事情 所以你需要自訂明確的流程 然後再來是你需要找尋你節目的定位 因為你如果都跟別人做一樣的話 那你很有可能就搶不到他們的市場 然後再來是你需要量好的錄音設備 或者是你就直接去找錄音室 然後對 然後團隊管理的部分就是我自己三年來的感受 因為以前一開始都是自己在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後來才慢慢的體會到這個東西 真的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參與在裡面 然後這邊就要講到一個Emergence 就是泰祥呢 他是我們PyCon Taiwan之前的某一屆的主席 然後他去年在這一間會議室 也有分享過這個主題就叫Emergence 那這是一個社群內的運作 他累積出來的三個原則 那第一個就是不要burn out 就是你不管是你自己或是你的成員 你不要讓他們就是從水分子蒸發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create weak connection 就是說這些水分子之間 你要讓他們慢慢的透過一些弱耳連結 去慢慢的凝聚 然後第三個是unite people by their passion 就是說你這些水分子凝聚成冰之後 他會從冰淨的狀態慢慢的 他的邊緣呢會形成一些不同的雪花 那這些不同的雪花 就是要靠這些社群內的這些成員們 因為他們各自的特性跟喜好而去自由發展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非常的適合套用 在我們這個Pycast節目的團隊管理上 因為我覺得過去都會比較是我自己一個人覺得 喔這個東西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那可能也會比較容易覺得別人的這個內容需要去調整 那我覺得在團隊管理上就是你要不要太過完美主義 然後你需要專業分工 你需要有人幫你做剪輯 需要有人幫你做宣傳 需要有人幫你做就是企劃之類的 然後再來是你需要更多的自宏道合志工 然後讓他們彼此去發揮創意 對 那這個是我覺得在團隊管理上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好那接下來再把這個時間交還給JoJo 跟我們分享一下願景的部分 好 好 那就是前面這樣講完以後 大家已經知道我們從最開始 從零開始到現在走到第三年 那我們是長什麼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接下來想要去到哪裡 那可以看到這裡就是剛剛說的那個雪花 那我們就是這個節目願景 其實就是搭接著剛剛我們借用了泰祥的那個Emergence的概念 我們覺得就是像我們在為社群做一個Podcast的時候 希望它是這麼可以讓很多不同的水分子在裡面做發揮的 那下半部的話這三個部分 經驗傳承團隊管理跟組織升級 都是我們比較內部的想要再調整 讓它可以讓很多人把自己的效益發揮在裡面 那上半部是外面的部分 那仔細講的話 第一個就是團隊管理嘛 剛剛Benson也跟我們提到很多 就我們認為說 一個Podcast節目我們也必須要做的一些細緻的分工 然後團隊之間就是要怎麼樣比較專業的去做溝通跟協調 那在組織升級的部分 坦白說其實Podcast到今天早上我們都還是一個小小的分支 結果在Winnie跟博俊的那個簡報裡面 我們突然變成一個組 我都嚇一跳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組長 我們都是一般志工 然後就是今天突然變成一個組了 但其實我們確實在簡報裡也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稍微做個組織升級 這樣我們的所有的人員比較不會是到處借一個幫手 而是我們可以有人可以更全心全意的在為這個節目做更多的內容 那再來就是經驗傳承的部分 我們也是在這樣的一個簡報裡面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累積了很龐大的經驗 那我們希望這個經驗是可以分享給所有人 不管你是志工內的還是我們外部的社群的夥伴都好 那我們分享我們經驗 也希望我們可以去外面跟人家獲得一些經驗回來 那這也會是雙向合作的部分 因為雙向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覺得我們的節目現在的內容發展 已經不是限定於拍抗社群裡面了 我們都在討論一些很有趣的 可能工程師的下班生活 或是工程師就是不上班的時候 另外做的有趣的專案是什麼 然後或是各種有趣的協調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在雙向合作 或是在多人內容上 都可以做這樣子的發展 讓我們這個平台雖然它還是以拍抗為基礎 但是我們是可以拓展到整個開源的社群的狀態 那這樣子也許就是下一步就是我們可以拓展一些受眾 讓我們這個節目是可以獲得越來越多不同的曝光度的 那這是我們在節目願景上的 所以其實聽完這裡的話 現場如果你是任何就是不管你在 在這哪一個分支的哪一個角色你有興趣的話 都一定要來聯絡我們好嗎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剩下可能一分鐘吧 然後進入一個QA的環節 那我們一樣是有那個分享一個slide 是你們剛剛掃的那個啦 它的另外一邊就是QA 然後就是我也是稍微 稍微就是自己當了一個暗裝 所以我就先回答這邊的 那如果回答完以後還沒有新的問題 我們這個session就到這裡喔 好 第一個 如果你想要推薦朋友參加PiCast要怎麼加入呢 首先就是待會你會看到我們PiCon官網的QR Code 然後你就點進去 然後看到一個加入志工就按進去 那你加入志工以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非常親切的招募組 來跟你聊天 那你就跟他說我想要加入的是PiCast 你就會遇到我們 好 那再來是什麼內容都可以在PiCast分享嗎 坦白說我是這樣子覺得啦 但就是我們先聊聊 後面再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去整理你的內容 然後把它包裝成在PiCast上可以分享的狀態 我們還是要符合COC喔 不要太誇張 那再來就是 可不可以做工程師的業界秘辛特輯 我也是覺得可以 但是我沒有秘辛 因為我根本不是工程師 所以這些內容就要等各位來跟我們分享 好不好 那PiCast 主要錄音室的資金來人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社群是在一開始 就是博君威尼他們總召在準備一整年的預算的時候 就已經有在說 就是每一組需要多少錢 所以其實PiCast在一開始就有稍微規劃一下 假設我們今年想要做五集 那每一集如果都要去錄音室 然後錄一次幾數大概是90分鐘 然後我可能要借兩個小時的錄音室 那他的錄音成本是多少 所以這個資金是來自整個大會一開始有劃分一部分的預算出來 對 還有什麼 剛剛有一個嗎 嗯 我們的小幫手 好 可不可以請Benson唱一首歌呢 他說不行 好 那我們今天議程是不是就到這了嗎 好 那這就是我們PiCast的官網 然後就是歡迎掃 還有一張嗎 還有一題 我很抱歉 收集受眾回饋不易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要努力的 因為我現在有一點 就是團隊如何處理 我現在一個人不能代表團隊嗎 但是怎麼處理的話 嗯 我不知道欸 你會嘗試過很多方法 對 就是在那個PiCast台灣的社群 就是社團 然後還有Apple Podcast的留言 但是其實回饋沒有那麼多 社團會比較多 但是社團也很長 所以我們後來 嗯 這件事情的 挖的力氣沒有很大 我覺得 一種是我們在那個 Fair Story 就是在Podcast下面的 要有一個很明顯可以留言的地方 那大家有 如果有受眾之 真的很想要回覆的話 就可以找到那裡 因為不然一般人可能 不敢直接去私訊我們的粉專 PiCon粉專說 欸你們PiCast哪一集發生什麼事 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如果是直接透過收聽連結的話 應該就可以 對 好 沒了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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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